诗篇 第一篇 第一支六 这几堂来 我都在一直讲如何成功 如何成功不能从别的地方来 别的地方成功不了的 别的地方找到成功 最后也不是真正成功 只有在圣经里面 让他看到上帝的话 告诉你 上帝的话也告诉你 如何成功 如果你遵行的话 你的生命就真的会改变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的祝福是不带着忧虑的 你的成功如果带着忧虑了 成功了 有钱的人是晚上睡着觉 吃不下 常常生病 有没有福气啊 成功了有钱了 加一趟毒 加破人亡 有没有福气啊 没有福气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给的成功 上帝给的祝福是不带着忧虑的 你要在上帝里面找到成功 今天我告诉你成功在什么 大家说走神的道路 走神的道路 来诗篇 第一篇一直六节 诗篇第一篇一直六节 这里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在罪人的道路 不做陷害人的座位 为喜爱 也要把他预防 咒孽思想 这人愿为有福 他要向一棵树栽在沁水旁 暗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甘 罚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向康批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逼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 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一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全力 耶和华 耶和华 主啊 我求告别圣明 打开我的地位 姐妹的心眼 打开我的地位 姐妹的耳朵 好让他们听到 你的生命 生命改变过来 谢谢君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灵修 阿们 在这里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其实圣经在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原来啊 基督徒的生命 可以像什么 像一棵树 栽在七水旁 暗时候 结果子 叶子也不孤单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这是不是成功啊 成功 这个是不是蒙福啊 但是我们想一想 你到底是不是 像一棵树栽在七水旁 大家说不是 不是 大声一点好不好 不是 你到底是不是 暗时候结果子 大家说不是 不是 大声一点好不好 不是 你是不是 叶子不甘 你是不是叶子不甘 大家说不是 不是 这里也甘了 这里也甘了 后面也甘了 再来看下去啊 你是不是 所做的 尽都顺利啊 大家说不是 不是 原来啊 这件事情能够发生了 跟上一届有关系的啊 为什么不是 问问你自己 有没有喜爱 也有完立法 有没有做五业 都思想啊 弟兄姐妹 圣经人明天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真的可以成功了 在我出生 认识耶稣那一天到今天我所认识的基督徒啊 我真的没有看过越信主越败败啊 当然也有 我有他的严谨 我看好多 好多真的越信主越不死的啊 为什么 圣经说的嘛 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说的 他说原来基督徒可以像一棵树 像他一棵树 栽在一条基督徒的旁边 叶子一定很精锐 很茂盛 哇 那树干树干啊 一定很肥美 而且一片叶子也没有五干 哇 更好的情况 按的时候 结果是到了时候就结 到了时候就结 而且 所做的都顺利 但是看到我们自己 其实不是这样子哦 奇怪 为什么呢 好像越心越干 越心越难 原因在哪里 想想看 上一届的情况 有没有发生在你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那个关键 为什么 今天我要带你看 你看 你要像一棵树树栽在七水旁 不是不可能的 一定可能 只要你第一人看 喜爱神的道路 大家说喜爱神的道路 喜爱神的道路 第二件的说为喜爱 有它的立法 喜爱这个字眼 在原文西部来的意思是什么 我来看 我喜欢看原文 当我看圣经的时候 因为原文很贴俏 表达的真正的意义 喜爱这个字呢 叫开饪 大家说开饪 开饪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是design delight pleasure 中文呢 就很清楚的说 喜悦 欢愉 心愿 渴望的意思 这渴望的意思啊 在福建话 有一句话很怯恰的 不单只是suka而已 你知道suka吗 喜欢她是吗 可慕的意思呢 就是 dien啊 dien啊 你懂吗 出口的话 dien 就是这个意思 可慕啊 什么 是可慕的意思呢 你拍拖的时候 就有出现整形吗 对不对 一天 做什么都想着她 早上睡醒了 一卡开眼睛 是一件事情 她的脸跑出来 她的回眸一笑 他摇头 滴滴滴滴滴滴滴的那个样子 多同心的 帅长也想她 蹲在厕所也想她 坐龙脚 放过什么都想着想她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吃饭也想她 睡觉也想他,做什么也想他 心中那种可恶,对他的向往可恶,感觉 就是K-Fat,对着你的太太说 我K-Fat你 对着你的太太说 我K-Fat你 其实我真的很想念你 对着姐妹,这个字眼我们来看 就是败出这个结果的关键喜爱 就觉得每次你说的喜爱是什么呢? 就是你对主的话,对主的道路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好多人喜爱是什么? 喜爱是梦?唱诗歌什么?可以 有些人喜欢什么?喜欢唱歌小组?什么都可以 有些人喜欢什么?喜欢唱歌敬拜赞美?可以 有些人喜欢奉剑也可以 但是来到主的话语的时候呢 通常感觉都是不太好的 因为主的话语经营了生命的东西 有痛痛的感觉,对不对? 有感觉到,哎呀很辛苦 就好像叉叉叉叉的感觉,对不对? 广东话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叫什么? 顶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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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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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我 但我感觉的,所以每一次你听了以后呢 你都感觉到很辛苦,我告诉你 这个,对你好了 还没有丢一点吗?你这样告诉我 对他 对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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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要更新你 甚至要塑造你 逃造你 使你改变 对不起妹 一个人如果他喜爱 这个喜爱不单只是喜爱而已 而是那种可恶 那种渴望 一直要上帝的外 就好像要你爱的人 那种感觉 这个人就好像一棵树 栽在七岁旁 暗树结果子 叶子也不甘 凡他所作人,竟都顺利 这情况可以发生的 兄姐妹 为什么 我们不能像一棵树栽在七岁旁 想想看 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 去到哪里就知道了 多久了 没有动那个 发灰尘的圣经 现在在哪里有圣经 在哪里有圣经 打电多过看圣经 那对不起妹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一棵树 圣经告诉我们 原因在 我们不懂的 可恶 喜爱上的话里 对不起妹 今天你的生命要改变 你要蒙福 你要记得 不能靠你自己 如果靠你自己的话 你不用来教会 今天你来教会就是证明说 我们这一些人 就在教会 在社会 可能搞不定了 走 不能走到社会的路 我们也知道也相信 这一群外面的路 我们自己的路 都不能带给我们祝福 带给我们蒙福 带给我们成功 所以我们进到教会里面 为什么花这两个小时在教会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要依靠我们上帝 但是总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依靠不完 依靠不完整 不完全依靠 那对不起妹 上帝要改变 上帝要指引 你必须知道他讲什么 如果你知道那本圣经 是上帝的话里的话 里面充满赐福 你会怎么样 想想他 如果那一本 是宝藏图 宝藏图 你会怎么样 你会拼命去寻找 拼命去研究 怎么样找到宝藏图 这本就是宝藏图 这本就是蒙福之道 但是我们到底爱还不少 那对不起妹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喜爱上帝的话 你一定是一个智慧 你喜爱上帝的话 你的道路很清楚 你喜爱上帝的话 生命坚强 信心坚固 当你喜爱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上帝有很多的应许 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你喜爱上帝的话语的话 你的生命不断的改变 而导致你的家庭的因子而改变 生活也因子而改变 工作环境也因子而改变 所以这个人肯定是越走越幸福 越走越成功 所以说 路姐今天你要成功 开肺子 对主的欢迎 开始培养生命是可恶 你生命开始改变 第二老婆来看 大家说要成功 要成功 这个思想 这里说 白天 夜 晚上 二十小时 每时每刻 不停的思想 这人便会有负 意思是说 他会发生一件事情 在他生命里面 就是像一棵树 摘在汽水房 按死后借锅子 叶子不不干 凡他所说的 敬如都顺利 这个思想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思想是哪里想想 想想 想想而已 哇 原本很漂亮 我们来看 原本这个字 思想 希伯来文的意思 叫 Daga 大家说 Daga Daga 这个意思 很清楚的解释出来 原本的意义 我们来看 Daga 这个意思 原来是 Data 什么Data 看到主的话 就说 哎呀 主啊 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原谅我的无法 泡 笑 泡笑 泡笑的 啊 主啊 我原谅我 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啊 主啊 泡笑 第一 很消声的 很沉重的 才告诉自己 一些关于事情 关于圣经 和我的关系的事情 主啊 主啊 你到底要跟我讲什么 主啊 你到底要跟我讲什么 沉思 一直想 想 想 想到什么情况呢 什么人走过你旁边的 不知道 想到什么情况 想到 什么 你过马路的时候 忘记看天车 直接走过 什么样子啊 这个沉思 真的是 思想很沉重的 去思想 很小心的去思想 很入神的去思想 男男自己 自己和自己说话 好像夫人说 主啊 这个你是不是在想我啊 这个你是不是在 说我的问题啊 默想 想去图谋计划 原来啊 这个 达嘎的意思啊 不是那么简单 当然想 带有行动 带有情感 每整天 二十小时 就这样子 思想 上帝对你说的话 今天上帝对你说 如果你的生命可以摘在汽水旁 一个树摘在 下一个树摘在汽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不干 烦到所做的东西 都是你在想 想这个问题 想这个 这个情况 想这个制服 我愿意得到 然后继续想 继续得着 看你自己的问题 改变它 原来思想 有这么 深重的意义 兄姐妹 今天你的生命 要核桃 这个情况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把上帝的怀念 活出来 思想上帝的道路 离开 人的道路 兄姐妹 很奇妙的 我们 一生出来 都在走人的道路 所以 我们落在黑暗白白之中 当我选择走上帝的道路的时候 兄姐妹 你就要 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离开 人的 情况 人的 生活 那兄姐妹 你要产生这种情况 你必须 知道 而且 必须 明白 理解 神出 活着 上帝的话 那 这个就是蓝图 一个蓝图 Wooping 让你看见 你好像一棵树 摘在汽水旁 这一个 就是一个计划 众业思想 喜爱耶华的律法 一个计划 达到你的目标 对不起妹 上面讲得很清楚 基督徒 可以 像这样子的情况 蒙福了 只要 你心中下去 阿们 第三个段换 结果 看耶稣怎么说 要回应第十五章 第一至五戒 要回应第十五章 第一至五戒 这里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卷弃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里面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讲了几句话 一直不停地重复了什么 藏在我里面 我就藏在里面 藏在我里面 我就藏在里面 对不对 然后接着呢 他就继续重复了 就是结果子 藏在我里面的 就是结果子 不藏在我里面的 就不能做什么 对不对 那弟兄姐妹 在这里呢 圣经耶稣就告诉我们说 你要我结果子吗 你要按的时候结果子吗 条件 就是藏在 什么意思啊 怎么样藏在 圆文们 藏在这 这个字呢 在希腊文的意思叫 mano 大家说mano mano 这个意思是 居住和停留的意思 原来啊 mano这个意思啊 不是藏在这么简单 它有时间性 它有地点性和状况性啊 我们来看 第一个 藏在什么地点 非常重要 你藏在耶稣 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你藏跟耶稣在一起 大家说教会 教会 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不好 你一个星期 只有一天来教会 意思哦 其他的六天可以死 可以按火被攻击 可以吗 可以面对灾祸 可以面对病痛 可以面对问题 按问题的攻击 对不对 如果你的耶稣只在教会 就很糟糕了 这里说的藏在 就是每一个地点 都要在主里面 主要在里面 Amen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你 要什么借过子 就是你的主 藏在任何的地点 都跟你同在 那说基督徒 不是这样子的 基督七天里面 只有一天 两个钟头 藏在主的里面 就在教会 而且没有发觉到 牧师在哪里 其实牧师 只在 耶稣在哪里 耶稣只在牧师的旁边 耶稣没有在你的里面 别人在哪里 你每次来请牧师祷告 你自己不能祷告的 你觉得你祷告有应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站在牧师的旁边 你来教会那一天 祷告你走出去 耶稣没有跟你去的 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那弟兄姐妹 如果 耶稣只在星期间 你见祂一面 就很糟糕了 你说其他的论词 没有耶稣的同在 你怎么过生的话 弟兄姐妹 今天你的生命 每 一个部分 每到任何地方 所真所在的地方 你要求一件事情 主啊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做弘福 藏在神的道路 大家说藏在神的道路 藏在神的道路 就改变 有成功 然后第二 你来看 原来缅诺这个字啊 有时间性的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 是 你藏在主里面的 什么时候 是你藏在主里面的 很多时候 我们藏在主里面 是什么时候 大家说痛苦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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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聪明的这些 哈哈哈哈 又是好 不好 为什么要在痛苦的时候 有问题呢 才来找主 为什么不要在和谐的时候 一直让主来保守我们 来主啊 保守我们 来跟主在一起 然后 问题还就来到我们当中 彩莫来到我们当中 病毒还会来到我们当中 攻击还会来到我们当中 上帝已经保守我们脱离这些 不是更好吗 基督徒就说有一个问题 生病的时候 还藏在主里面 问题的时候 还藏在 无理的时候 还藏在主里面 何苦呢 对不对 大卫王就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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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丢起来 大卫王讲了一句话 在诗篇里面 趁耶和华 我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现在我很好 但是我就是很好 所以我可以找耶和华 自由 很顺利 但可以找到耶和华 趁这个时候 快点找耶和华 哇 聪明了 大家说聪明人 聪明人 聪明人 要不然一个名字帮一下 告诉他你是聪明人 你是聪明人 你是聪明人 你知道怎么做的 聪明人 感谢主 那就是聪明人 哪有人 辛苦的时候才找耶和华 要你想想看 为什么辛苦 会来到我生命当中 为什么问题 会来到我生命当中 为什么灾祸 会来到我生命当中 为什么缺乏会来到我生命当中 为什么 就是你不藏在主的里面 当你藏在主的里面 其实我告诉你 问题还没有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上帝已经保守我了 阿们 阿们 为什么人家写问题的时候 才来到主的里面 问题 哈哈 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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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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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改的时候 就要快点 更要清净我们的主 更要侍奉我们的主 使你改动 不要来到我们的身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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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 没有错了 因为主说 信他的人 可以像一棵树栽在 清水旁 暗时候 结果者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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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东 叶子 这么好生活 你不要 你早有苦来的时候 你才来找别墅 哦 那兄姐妹 真的看到 这个情况 在教会里面 人会寻找别花 等到上帝呢 警告 接下来 是 护照 再接下来 折备 再接下来 惩罚 再接下来 审判 才愿意回来 何苦呢 何苦呢 今天 趁你可以寻找别花的时候 寻找他 充灵人 你就会看到 要慢慢 你 越来 越像 一棵树 栽 再 去死 第三 原来 免户这个字 跟形式 和状况有关 这个 常在的意思 原来 跟状况有关 就是 无论什么情况 什么局势 你都 常在 对不起 这个就来一个问题了 很多 这都糟糕了 什么呢 糟糕了就是 情况很糟糕了 很辛苦 还不会来啊 刑事的研究 还不会来 还不会藏在主的面前啊 藏在主的里面 这就是糟糕 童鞭打了几下 板坨了 还不回来 所以你看 兄姐妹 为什么 你不能像一棵树栽来起来 吗 因为你不会回来 每一个情况 局势 都是一个性能 一个记号 或者一个 一个 一个提醒 让你回到主的面前 你选择 很多人选择 还是要主持节路 还是要碰钉子 然后 兄姐妹 所以说 藏在主 让他藏在里面的时候 上帝要改变你 上帝 把你 带回来 但是你 总是停留在那边 答应你不过去 我告诉你 上帝拯救你 生活 是你自己选择的 这十字 上帝已经完成了 他将他的肚神儿子 牺牲 破除你的作品 你信他 不过你也可以选择你的生活 因为这个是从创世以来 上帝给人的自由的权配 就让你选择 所以 用前面一生 你选择 意义的过生活 蓬佛的过生活 得胜的过生活 或者你选择 败败的过生活 咬脑的过生活 乎乎乎乎乎的过生活 你可以选择了 同样的 你所选择败的结果 你就自己承受 为什么 改变不了 为什么一直越来越辛苦下去 是不是很多东西 上帝跟你说了好多话 好多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你却没有真正的开放 上帝告诉你好多东西 你明白了 你知道了 讲了 小声也讲 大声也讲 藤条也来了 但是你还是不改 生活是不是这样子越来越糟糕 为什么 一次比一次重 就是因为 你在 情况上 没有没有 藏在主的里面 让你可以重新 站起来 听见没有 那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 都是好的 我相信 因为你是基督主 如果你不是基督 我想不一定相信好的 但是你認知 你是基督呢 我相信是好的 现在所面对的 你觉得好的事情也是好的 可能因这件事情 你看见 因事情自己不够好 所以大家可以 你可以选择更好 如果是我的话 我选择趁烟花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今天你对主的参论 对主的话 以什么样的态度非常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话 耳朵是打成的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 耳朵是让你听不进去的 这里听这里穷 很多时候上帝的话 是蒙福在我们生命里 我们当作是一个责备 我们当作是我们生命里面的 我们生命里面的攻击 知道我们不舒服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让你的生命成长 这些都是让你蒙福的管道来的 对不对 今天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要你的生命像一棵树 栽在汽水旁 暗时后结果之 叶子的木干 凡他所做的尽多顺利 对不对 回来上一个道路 回来 即时回来 即时就改变 我看过好多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人 就是回到主的道路 我的生命才改变 我好多的兄姐妹都是回到主的道路 生命改变 如果你还在徘徊 我鼓励你回到主的道路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好的 虽然你不明白 但是你走在主的道路当中 到最后 一定是像一棵树栽在汽水盘 暗时后结果之 叶子的木干 有一个基督徒 常常怀怨 怀怨着他回头看他人生的一切 都是什么东西都是倒反的 反方向 当他想着想着 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不明白 就睡着了 他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一个人 突然间叫他John 起来跟我走 我带领你 走主的道路 他就起来跟他走 走到肚子饿了 就看到你第一个家 他就叫你 那个人就害了 哎呀 害了你以后很善意的款待他们 在晚上一起谈天的时候呢 这个主人就拿出一个金杯子给他们看 这是我的敌人早上跟我和好 然后送我这个金杯子 早上起来的时候 没等主人起来 这个带他走的那个人呢 突然间偷了那个金杯子就叫他 快点坐 他离开屋子的时候就很生气问他 你为什么偷人家的东西 人家就管带你 人家的金杯子 你给他拿去 这个人家让你安静 我带你离走 除了他 来到第二间屋子的时候 他又敲门 当敲门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凶臣的恶撒门的人 一看到他记得赶他 骂他 大声的呼吓他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带他走的人啊 竟然拿着金杯子送给他 不接待他的恶恩 走的一番的时候 这个阿庄就觉得很疑问 他第一个对你 这么好 你竟然偷人家的东西 第二个根本不接待你 怎么拿这个金杯子送给他 他说你安静 我带你走走的到 来到第三间家 刚刚敲门这个人开门 很善意的 请他们吃款待了 不过这个家很穷啊 没有什么东西好的 剩下所有的 都拿来请他吃了 他吃着吃着的时候 这个人就说我做什么事情都失败 导致我把所有都变买完了 剩下最后一间屋子 别人早上一大早起来 这个人带着 阿庄走出去的时候 突然间点火烧这些屋子 这个看出很紧张 当他抓到他手的时候 我进门把我 听说你这个屋子烧起来了 这个阿庄就发辣喝罢了 你到底找过那些团队 你顺着最后一间屋子 那些已经是一瓶露死 但是你现在烧了人家屋子 这个人叫他安静 我带你走神的道 现在还走到另外一个 一间屋子 当他敲门的时候 一个免很凶恶的人 开门 不过也是很款待他们 接待他们 当他要走的时候呢 这个人有一个度生儿子 就把这个度生儿子 招待这个带领 阿庄这个人的人 要他带他促成 要经过一个很危险的度墨 而且请他 陈生的交代他说 你一定要好好顾了儿子 这个人带着他儿子 走啊走啊 走到桥中间 突然间把这个孩子推下去 这个孩子死了 当他这样子坐的时候 这个阿庄已经忍不住了 他说你是魔鬼 我不能再跟你 我其实二十在路上 我也不可以跟你 你一个朔王的人 你应该下给你的 当他很气愤的时候 在那边泡笑的时候 这个人突然间一变 变成天色 开始给他说话 我带你去第一节目 他是一个好人 他说他的敌人送他一个杯子 其实已经在杯里面下了毒 他只要喝那个金杯 那个好人就死了 我要救他 我偷喝他的杯 我去到第二节目准 这个人是一个不好人 一个坏人 他的日子将到 上个审判要临到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把金杯子给他 他喝了一定死 我去到第三家 第三间屋子的时候 这家很贫穷 他没有钱 他剩下最后这间屋子 上帝爱他 要祝福他 其实他的屋子底下 就是一个宝藏 他不知道 我烧了这间屋子 他因为去挖戒 当他挖戒的时候 就会发现到 这里面的宝藏 他就从那个时候富有起来 我去了第三间屋子 这个人是强暴 他杀了好多人 而且他带他的儿子去抢劫 杀人 这个儿子从小看到爸爸抢劫 以后一定会比他的爸爸更加恶 所以我杀了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死后 他减少作恶 而且他的恶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他的爸爸因着这个儿子死了 认为说这是上帝的惩罚 从今天开始不再作恶 他改变 变成套人 你看到上帝的道 你能够明白神的道 用简单 今天我告诉你宗主的道 很多的事情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你要相信 当你走在主的道路 一定像一棵树 栽在汽水旁 按时候 结果子 叶子也不干 防他所做的 尽头生命 所以让主来爱你 走他的道路 你一定生命改变 一定成功 阿伯 还跟我说 我要像一棵树 我要像一个树 栽在汽水盘 栽在汽水盘 我要按的时候结果子 我要按的时候结果子 我的叶子不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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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我所做的 净都顺利 敬都顺利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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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弟兄姐妹 怎么样得到成功 喜爱也有华的道路 思想也有华的道路 常灾也有华的道路 我们一起站起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